不过说实话 拉斐进了我工作室不久 我就发现他的天赋了 因为他非常的模仿 模仿 不就是抄袭吗 这你就错了 模仿是一种能力 跟抄袭有绝对的不同 很多大师都是在模仿中成长起来的 当然 我最早的时候也没预料到 他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我当时想的是 他或许是一个 我以后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室 交托给他的学徒 您是到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个徒弟不简单的 说来惭愧 在他学徒学满之后 我跟他谈留在工作室 他直接拒绝了我 他说他要回去发展 他父亲的工作室 希望有一天 可以把他父亲的工作室 做出名气 说实话 我当时挺失落的 但是他承诺我 他说他会把我的风格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但发展他父亲的工作室是他的志向 看吧 后辈查不查 不能这么讲 拉斐一开始 确实一直都在用他父亲的工作室名义做事 只不过后来工作室的其他人 也实在是跟不上他的进展了 他发展太快了 他很快就在温布里亚的好些地方有了名气 我知道 我那会儿就听说过他 都说是贝鲁奇诺的徒弟里 有一个特别出色的 但没听过他的名字 那个时候拉斐尔正在模仿您的风格 是 但也不完全是 只能说我自己的风格我自己太了解了 拉斐的风格虽然说大致还是走我的路线 但我能感觉到里面已经有他自己的东西了 从很早开始我就知道 有一天他会弄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所以他超越您的那个作品您早就预料到了 没有 是有一天他找到我说 老师 我新的邀约想画跟您那个刚完成的主题一样的作品 可以吧 我说 你觉得能超越我吗 他犹豫了一下 说不知道 但可以试试 我说 你画吧 老师 您当时说的是 你画吧 老师就是用来被超越的 如果你超越了 那我作为老师就成功了 如果你失败了 那就下一次 年轻人要敢于冒险 老师 我现在都记得这句话 别煽情了 师叔 你徒弟后来是借着抄袭达芬奇的风格上位的 我那会儿红得发紫 抄袭我的风格多了 谁能抄出来也是本事 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 优胜劣汰 而且拉斐是个聪明人 他懂得把握时机 借着当下的爆款把自己推出去 再去阐述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这样做一点没问题 相反 我很羡慕他有这样的头脑和勇气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 这倒是真的 拉佩尔大神每个阶段几乎都是模仿 然后超越 这个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做的 在这里 我借记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著作 意愿名人录 历史上首本艺术史 想知道关于这些名人的故事吗 还在等什么 赶紧去买我的书 不吹牛逼 这些人的八卦小点应有尽有 早知道这年头狗仔赚钱 我就不该那么早出书 别这么计较钱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真的吗 是谁最计较钱 艺术和时代一样 就是用来被超越的 谁又能知道自己的作品 将来会有多少价值呢 据了解 您的作品今天也还挺值钱的 恭喜 谢谢 风格嘛 存在了就总有人喜欢 老师 您真是哲学家 今晚我收益匪浅 口蜜附件的后背 小剑 你回来了 我念了 亲爱的达芬奇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要感谢你把我从大卫选职委员会除名 因为这件事 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可以经常拿出来说的宣传点 每次一说这件事 好像各个节目制作组都想让我更多参与节目 或许是出于同情吧 总之感谢 你做的事让我因祸得福了 拨提切力 所以这是一封针对达芬奇老头个人的感谢信 并不是感谢节目组 偶像 偶尔你也应该注意言行 好了好了 这一期的文艺复兴兴茶话会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本期特邀嘉宾 我的恩师贝鲁奇诺 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茶话会闲聊 谢谢文艺复兴兴茶话会 谢谢瓦萨利和我的爱徒拉菲尔 我们下次见 下班聊聊作品拍卖的事 听说莱奥纳多有个画 买出世界纪录了 我有幅画可正在上海特展呢 有完没完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文艺复兴兴茶话会 也请持续关注文艺复兴兴正片 每月9号的正片动画 请大家继续大胆期待下一期的文艺复兴兴茶话会 我们又会邀请到什么神秘嘉宾呢 本节目由对身材拥有全宇宙最高品控的 米开朗奇罗的身材雕塑公司赞助播出 你说这没练完 你又听说过永恒未完成吗 本节目由这种设计放在炸裂界 也相当炸裂的大西洋设计赞助播出 已经快做完了 感谢各路金主爸爸 感谢我们最有文化的制作方出品方 瓦萨利文化传媒 感谢各位粉丝的大力支持 我们文艺复兴兴星星星球的登陆口 已经面向大家开放了 扫码登陆星球 首批入住的居民将得到 星球居民证的首批编号 并享有各种周边好礼物的抽奖活动 我们在文艺复兴星星星球 到今 到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